近年來,電子煙在北美洲以至全球各地盛行 尤其是年輕的一輩,更容易受到電子煙的包裝和香味所吸引 在2017-2018年,16-19歲的青少年 在電子煙的吸食數目增加了七成多 在美國有幾十人因為吸食電子煙而死亡,幾千人確診病症 對此,安省中委禁止加油站以及便利店等推廣電子煙產品 但究竟電子煙和香煙之間有什麼分別呢? 時事平台,星期日晚8.35分,我們會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!